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收睇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的微博 總是會令人有所驚喜和心情愉快 最近他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中美會發生戰爭嗎?》 他實情在研判究竟中美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有多高 當他說完一大輪以後 下面的留言板就相當精彩了 很多大陸的網民都質疑他 究竟你說這麼多話 你本人會不會上陣 於是很多人就留言 叫老虎和家人先上 我們首先看看 究竟老虎的微博 是如何研判中美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 實情頭兩點他就解釋了 其實這個機率都頗低 他就說 第一 由於中美戰略互信幾乎消失臺盡 美國又加強了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 中美發生一線偶然軍事摩擦的風險 比過去是增加了 而且一旦出現這樣的摩擦 通過和平的方式將他控制住 不讓他發酵的政治難度也增加了 第二 從理性來說 中美都不想彼此走向軍事衝突 雖然兩軍都在做最壞準備 但是雙方都沒有走向軍事摊牌的戰略意願 因此雙方有管控好風險 避免發生軍事危機的空間 實際他就說了 從理性的角度去看 中美軍事衝突的機會率很低 但是一旦在前線出現什麼擦槍走火的情況 例如像中印邊境發生的肢體衝突 到時要控制著風險的難度就會增加了 這就是胡錫進的研判 接著他所說的 基本上就是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華大媽 早兩天在記者會中所說的 完全是互相呼應 說來講 中國根本不想取代美國的霸權 他又說 第三 中國是熱愛和平的 我們沒有建立霸權並且取代美國的野心 我們就不會去到太平洋深處 印度洋去挑戰美國的利益 中國有好戰必亡的深刻歷史總結 我們是個謹慎的大國 大家都聽得出 老胡這段文字 就是和華大媽所說的 是一唱一和的 主要都是講兩個論點 第一 就是中國沒有建立霸權的野心 第二 就是中國沒有取代美國的意圖 他們近幾天都在覆述這些論點 先說到最後一段 他就說 中國對於核心利益的定義非常克制 他們都在中國的家門口了 但是如果都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作為大國 還是在家門口的樹被嚴重軍事挑釁 強加了戰爭呢 我們根本就不用擔心了 接招就是了 而且我們一定是能夠在家門口打敗美國的 果然夠勢豪情壯語 老胡還說 在家門口為了核心利益打敗美國 無論我們的戰爭動員能力 資源投入能力 還是戰鬥到底的意志 都是美國比不去的 我相信 華盛頓對這件事比起我們更加清楚 他就說明了 中國是不會主動挑起這些爭端的 但是 若然在家門口被人移動的時候 中國就是會還擊 好了 問題就是 究竟你的家門口是在說哪一處 你現在在說中美之間的矛盾 很明顯就是在說南海的問題 但是南海的九段線 就因為畫了很多國家的家門口 其實一路由海南島的樹 一路畫出來 就在越南的家門口 接著就去到大馬 去到文萊 接著就再去到菲律賓的家門口 那你的家門口 亦都是等同於人家的家門口 如果老胡真的在說南海的家門口的話 那美軍就真的頻頻在這個家門口的樹 是有所動靜 甚至乎就開始擺起鎮泥了 最近兩個星期 美軍太平洋艦隊 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分別是尼米茲號和列根號 連續兩個星期 先後兩次進行軍事演習 這樣都未止 就在今天 又有美軍偵察機 飛近廣東沿海 進行偵察行動 而且已經是今個月的第四次了 到底是否變成了常態化的軍事行動 這些到底是否在老胡口中 在中國家門口的挑釁行為 還未算過去半年 美國海軍的艦隻 在台灣海峽中線的樹 插槽 南向北也有 北向南也有 擺明在中國家門口的樹 是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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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算不算是在家門口的挑釁行為 老胡在這方面 沒有作進一步的解說 不過 他講完這番話之後 他的留言板馬上就變得非常熱鬧 很多網民都留言叫他 請老胡和老胡的家人先上 即是叫他們上陣 胡錫進又有回覆的網民 有人跳機 他就說 你要老胡先上 必須這樣 老胡是共產黨員 是老兵 一旦有戰 老胡不先上 誰先上 老胡雖然已經60 但是每朝早 仍然做三百下的苦惡撐 另外有報道多場戰爭的經驗 保家衛國 必定義無反顧 今日 指戰就是老胡捍衛國家利益的使命 而怎樣去指戰 比起一些貴族 即是跪在那裡 那些貴 想的東西要複雜得多 即是這個老胡就串回那些網民 但他說自己是老兵 首先來說 到底是老成怎樣 他幾十年前的所謂的實戰經驗 能不能夠在現今的世界上應用得到呢 他還說到每天做三百下的苦惡撐 但是 現代的軍事衝突 主要是說什麼 資訊戰 或者要講求制空拳 制海拳等等的東西 是講求飛彈 甚少是埋身欲搏的 除非是說好像中印邊境衝突 由於要就雙方的軍事高層所簽定的協議 而是搞到好像石器時代的衝突 在每天的情況下 埋身欲搏以外 一般的軍事衝突 都甚少有這些情況 究竟老胡在搞什麼 你說每天做三百下苦惡撐 我就不會質疑 你看他的手 肌肉都是很厲害 問題就是 對於你個人的體魄來說 當然就是有益 至於你說上陣 那時候不是打義和拳 哈哈哈 現代的軍事來說 做苦惡撐是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無非就是在這裡 拋一下網民的浪頭 究竟他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東西 可以提供出來呢? 你就不要說做苦惡撐 都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 好了 接著 原來我找到一個微博的公眾號 叫做雲中有一行 好 他呢 就不斷串胡錫進 原來是 接著 那個公眾號又沒有刪 到現在可以看到 可能未曾刪除 不斷串老胡 串什麼呢? 實情老胡前陣 聽到 美國想封禁中共黨員和家屬入境以後 他就大發雷霆 在微博那裡寫了一條貼文 就說 這個舉措 就是至今為止 華盛頓最為瘋狂的對華政策設想 他就被放風拿到媒體上來 都是邪惡的 這個公眾號就質疑 老胡 既然是對美帝國那麼癡之以鼻的時候 又何必在乎 那個赴美簽證 耿耿於懷美帝國的一子政令 看你急到 就是那個模樣 全面禁止黨員和他們的家屬去美國旅行 有什麼大不了? 最多都不稀罕去 談不上什麼瘋狂邪惡 甚至乎比中美斷交更嚴重 這個人就不斷質疑他 甚至乎他還說 叫大陸的黨員要學習一下林鄭 哈哈哈哈 因為林鄭說到自己在美國沒有資產 也不向往去美國 故此他不發簽證就不去 那麼林鄭當然是撇脫 因為他在美國事實上是沒有資產 但是有很多貪官護理 他們貪完的錢以後 就是會放到美國 而且他的家人也拿了美國護照 那些貪官本人也可能 是用假身份去拿錄卡 故此這些微博公眾號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老胡 不過他就說林鄭月娥鐵骨一憎憎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不認同 但是林鄭對美國的態度 就多少都值得大陸的官員去效法一下 不去就是不去 有什麼這麼巴士閉才行 平時又說到祖國多麼偉大 多麼美好 說到好像烏托邦再世的一樣 原來想著退休以後就去美國 不是吧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官員都不是的 最好自發簽張自舉 就說永世都不會移民去美國 這樣才救外國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